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很喜欢的一本糕点书 用科学的方式了解糕点的为什么 基本面团材料的231个Q&A 是两位日本人合注的 那这本书当时是一个甜点师傅推荐给我 他跟我说说如果你想要学好甜点的话 这本书你要补 然后我就心高采烈的买回来了 然后那时候呢几乎天天就是抱着他睡觉 不是说我多喜欢他实在是刚开始阅读的时候 觉得蛮深奥蛮看不懂的就很想要睡觉 但是啊随着我做甜点越来越多 然后做烘焙越来越多 我会发现呢这本书里面的 就是他的实验以及他的理论都非常非常的实用 譬如说我们知道全蛋打发要隔阵温水打发 那他非常实事求是他告诉你他去实验 到底这个温水是几度呢 然后呢他就给你三张照片 就是在36度下蛋糕的主织会讲什么样 是地基60度C然后10度C 然后就发现呢在36度C的话 毛孔是最细致的 而且膨胀程度是最高的 那60度C或者是10度C呢 就会有过度膨胀 或者是膨胀不加的状况 然后甚至都会附给你显微镜底下的照片 然后让你一目瞭然 或者是说啊我们知道说像泡芙啊 做这个过程呢需要加温啊 或者是要煮之类的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 每一个步骤应该要煮到怎么样的程度 然后以及为什么 所以呢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做失败的东西 我其实都会再回去看看这本书 然后有时候都会找到一些新的想法或是灵感 那所以从一开始我对他这个必恐为之而不及 到现在就是觉得哇他真的好实用哦 所以希望呢如果您对做甜点或是了解甜点的理论 有兴趣的话 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哦 推荐区